各位观众大家好 关心海外资本市场的人 今年实际上是有好多可以说到的地方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 使得美国股市曾经一度发生过四次熔断 这边相爱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住 却在中概股中爆出了类型咖啡 去年第三季度财务书记巨幅造假 具体表现在营业收入上夸大了 将近二十多亿吧 这件事情后来发酵到美国国会 胜而至于出台了 就holding for company accountable这样一个法案 简称就是这样追索国外公司责任法案了 有市场人士解读了 说是美国将要把所有中概股驱逐图 划一些 我看事情不会走到那么极端的地步 但是确实让人担心美国投资者 因为在过去说多年 屡屡受到不少中概股作假财务欺诈的欺骗以后 会失去对中概股的信心 这样会堵住了后来 许多中国企业想到美国去上市融资 谋求进一步 利用资本市场来助推自己 涉体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渠道 这就很可惜了 我们回溯往事啊 过去二十多年来啊 在互联网泡沫没有破灭之前 像中国几大传统的个门户网站 我们叫互联网1.0时代的几个明星公司啊 新浪啊 网易啊 搜狐啊 都是在当时 国内 没有办法满足A股上市的条件 情况下 华尔街因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才使得这个三大谋谋网站 借助于华尔街的资本力量 逐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庞大的市场上 取得了长处的发展 所以想想 华尔街对中国好多企业的发展 真的是啊 不可低估起巨大的正面影响 那么像后来 协程啊也好啊 一系列像居容网络的 中国很多新经济的公司啊 往往由于特殊的行业 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 往往确实不符合A股的发行上市条件 但是 幸好 上帝给他们保留了一个啊 美国资本市场 作为自己筹资的发展的渠道 那么 如果一旦像瑞幸咖啡这样造假 如果造成 美国资本市场以后 对中国上市公司关上大门的话 那个城市就 啊 难以想象了 啊 你想了前几年包括像阿里巴巴也是 啊 在美国上市的 这里面固然有 我们讲中国发行上市条件的限制 同时呢 还有 股东的选择 因为像 早期投资中国铿马 门户网站 包括很多互联网应用的公司啊 上面都有美元基金 那么 中国的法律法规 确实在A股上 没有办法提供他们的退出渠道的话 那么 美国市场 那包括 也香港市场也好 包括新加坡 包括像英国乃至加拿大 多伦多 政权交易所都为很多 啊 有美元基金 在内的外资基金投资于中国 啊 创业公司退出的渠道 但是美国由于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远远不是其他市场好比的 所以中国公司更乐意到啊 华尔街 这些九富盛名的具有价值发现功能的啊 资本市场啊 去寻求挂牌 那么 最近 在疫情仍然没有缓解的当下 在好多中国公司受到华尔街 这一情况下 也有好多公司转而到香港去双重挂牌啊 比如说像 阿里巴巴和京东啊 在这种情况下 7月份 7月9号 我们中国有一家 特殊行业的公司 又在 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这家公司啊 好多人都知道 就叫 蓝城兄弟 这公司比较特殊 特殊特殊在它是一个 LGBTQ的 社区 我们叫性少数人群的社区啊 中文叫蓝城兄弟了 回顾这 公司在20年的中国发展 20年前啊 有个叫马宝利的人啊 他本身以前是警察 他自己呢 也是一个男同性恋者 那么当时还是在 我们家PC时代 在BBS时代 他当时搞了一个网络社区啊 就是让一批 性取向 一致的男同性恋者 在那里面交流 那么逐渐逐渐 后来发展到 一个社区 那么 2014年他走出国门 还跑到荷兰去了 那么现在 他已经成为 包括中国在那里 东亚几国啊 包括印度 韩国啊 泰国啊 越南 最大的啊 通信链 啊 这个 社区了 那么像这种公司 当然他今年 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盈利啊 尽管他的全球注册用户 已经达到四千九百万了 那么尽管说 像中国去年 就是一个科创版 但是显然科创版 所列的几条上市的 公司的 这个类型啊 蓝色兄弟至少还不符合 那么 索性 美国资本市场 仍然为 他 打开了 这个大门 他发行价是六块 美元一股啊 上市 第一天 表现不错 最高还冲到过 三十来块了 今天的收盘间啊 市场结束用是五块四 相比发行价 跌了六毛钱 但是在美国 成熟市场上 也很正常啊 蓝色兄弟 从专业角度来讲 作为主营业务收入 主要来自于 直播平台的话 他的 直播平台的 客户渗透率 要高于 其他同样几个 中国在美国上市的 中概股上面的 这个渗透率要高 那就是像虎呀 斗鱼呀 默默一样 他们的客户渗透率 可能只有8%左右 但是 蓝色兄弟 已经做到13%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明 就蓝色兄弟 蓝色城市兄弟啊 这个社区的 粘性啊 或者说 忠诚度更高一点 那么从蓝色兄弟 能在美国这个成功上市 某种情况下 是从一世上市 是吧 如果美国有个别政客 叫嚣要把中国 公司赶出去情况下 也反映了 一方面是 包括中国 一些 创业者 他们锻造自己的商业模式 抓住了社会特殊人群 的需求 这方面的创业精神 值得可嘉 另外方面 同时也执事 在改革开放 几十年以后的中国 就整个社会的文明 也取得了长逐进步 就像蓝色兄弟创始 把你过去成感慨的一样 我们国家一直到九十年代 上一世纪九十年前 同性恋还是都会非法来 即便进入二十一世纪 刑法是改过了 对同性恋者不作为一种流氓犯来打击了 但是还有一种系统性的歧视 认为他从精神病患者来看待 那么一直到最近这十来年 社会宽容度 包容度提高了 所以从蓝色城市上市 Blue City上市 一方面是看到了 美国资本市场 仍然有一些特殊的 不可替代的价值发现功能 同时也能够支持出 中国社会 在过去的这一二十年 各个方面在进步 不仅在硬件上 大家看得见什么高铁 高速公路等等 即便在社会文明程度上 我们通过蓝色城市 Blue City上市 也可以看到 大陆社会 在整个社会文明维度上 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是我们很乐意看到的 所以说我们在讨论中国企业 海外上市过程中 这也是我们当初 花絮可以来讲的 我们为中国社会取得的 所有的进步 而感到高兴 我们并且期待 中国社会以后 有越来越多的 更多的 无论在商业模式上 创新或者 特殊少数 包括像不限于 这种少数取向 人群特殊社区的发展 能够拿到国企业会来 让投资者 分享他们的进步 我相信 包括蓝色城市 在内的 所有的 中国在海外的商事公司 都能够 在未来 在自己不同的 业务领域里 取得更大的进步 今天就聊到这里